同学们上课了 教我宝贝 宝贝 不要再 不要再让我考古了 就是要 自己 镇手 风意 竹石 对 竹石 哎呀 最近算是 冷静期 在处理关系 可能大家天天都腻在一起 哎呀 难免会有点腻呀 我觉得只要不是太离谱就行 就是截一些不该截的部位啊 这个腿啊 还真的是离谱啊 世界上竟有如此相像之人 腾讯视频 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管月 重新出发的第一张专辑也跟大家见面啊 你觉得可以给他打多少分呢 给他打一个 七十分吧 比如说我心中有个设定嘛 就是他会比在我心中的设定的及格 然后高一些上限 但是呢 就是可能因为一些特别的因素嘛 可能还是觉得差了一点东西 就是没有把它做到更心中的那个更完美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从我的界定来说就是我心中的七十分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这张专辑做下来有没有开看出自己从未发觉的一块小天地 可能就是 不穿内搭 可能就是拍MV 因为我们就是专辑造型很多里边基本上都是直接在外边套一个外套 那可能就是没有内衬吧 应该就是 算是首次的尝试吧感觉 在做这些造型之前 好像很少去做偏甜甜可爱的装造 但其实你日常生活和性格中可以看出你并不是这样一个人 是有特地想往酷帅的方向发展吗 嗯也并不是 就是我会觉得在舞台上应该是有一个舞台的一个感觉 可能在生活中有一个生活的感觉 那可能就是生活中我可能会比较就是在风格上会比较休闲一点啊 毕竟嘛舞台嘛 你不可能会顾炫 对你不可能穿一身很可爱的衣服在舞台上表演非常酷炫的歌曲什么的 分别说一下专辑里的这首歌适合在什么场合法 觉得像Center这首歌的话我觉得适合在一些聚会上啊 就比如说大家一起开party啊什么的 然后像Touch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应该比较适合就是在 像开车的时候听啊 情歌慢歌的像 懂事啊像这种歌曲呢就适合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听 然后可能像光这种比较 呃偏激励一点的歌曲的话呢可能适合就是在比较伤心难过的时候 然后听这首歌然后给自己加油打气 我觉得毕竟是自己的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嘛 所以还是觉得要给他一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美感的仪式感 我觉得毕竟投胎 对投胎的重要性论 对于爱德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定义呢其实很表面的意思可能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理解为就是我心中就是所追寻追求喜爱的一个对象 那如果你要再更深化一点呢可能就是粉丝心中的那一道光吧 可能他会指引这个粉丝去就是寻找就是生活当中的美好 或者说是爱德也代表着一种比如说粉丝心中的一种力量带着他们一起去追梦的一种力量 如果没有成为爱德最想尝试的职业是什么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应该在学校上课吧 当音乐老师 同学们上课了 今年的超新星运动会中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会默默努力拿好成绩来证明自己的人 你还有什么惊喜在给大家筹备吗 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吗 惊喜啊但是说出来就不惊喜了 很多小东西其实都有在规划了 但是就是还很多要具体等到它实际落地嘛 比如说自己的一些想法呢其实都已经在开始的成换 我觉得大家就是敬请的期待吧 看到管老师最近在上表演课 那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角色 现在还算入门吧 我觉得先打打好基本功吧 如果真的自己能有能力的话去挑战一些角色的话 那我可能还是比较想挑战一些比较颠覆性的一些角色嘛 比如说那种精神病人啊 就是那种反面的角色 喜欢粉丝怎么称不自己 小猪包管老师还是管老头 看他们喜欢吧 我是觉得只要他们喜欢怎么称不起就 随便他们吧 粉丝怎么叫你你会暗暗开心 可能叫我 叫我宝贝 宝贝 都知道你的厨艺很厉害 最近有没有学什么新菜式 可能基本上自己爱做的可能就是那一系列的穿菜嘛 会有时候就是心血来潮啊 回去研究一些比较 不是穿菜的一些菜系 比如说像一些类似的甜点啊 然后可能会变就是云南那边贵州那边的 酸汤类的 列举三个自己喜欢的偶像 三个偶像 哎呦我现在已经过了追星的年纪了 你要换在以前嘛 我可能可以给你列举三个出来 你要现在你让我给你列举三个好像 但是我其实现在 现在我其实都是带着欣赏的一个状态去追追星吧 也不说是追星啊 就是去欣赏的一个态度 就是哎 比如说今天可能有的一人 哎比如说出了这首歌非常的好听 我会愿意去听 哎比如说他的这个舞台非常的棒 又或者是哎他演的这部电影 非常的厉害 像这样子 就是你要让我具体举三个 最喜欢谁好像现在 或者说说你学生时代的偶像 哦不要再 不要再让我考古了 那给你一天时间和一个人互换身体 你最想和谁互换为什么 那我选 龙大哥吧 鱼王啊 就因为小时候也经常看成为大哥的电影嘛 就那时候觉得哎 身体的素质特别的好 对所以就觉得哇 能跑能跳能飞 你觉得到了他这个年纪的话 你会有他这样的体魄吗 我觉得呃 像我对自己的一种就是身材管理来说 我觉得可能到时候如果我真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吧 对吧 那可能就是会去做一些保持身体年轻的一些运动啊 健身什么的 你和你的兄弟们都发了新专辑 你们会互相宣传吗 会啊 就是只要我们当中谁发了新歌 发了新 EP 发了新专辑 我们都会在朋友圈里面就是给他们互相打扣 互相宣传 在朋友圈里是怎么宣传自己的专辑的 我好像是买了很多专辑 然后把它分享到朋友圈 对送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帮忙宣传一下 对 还是得送点礼的 最近聊过南下海与这些兄弟们在活动上都有见面 这次大家各自努力 然后在林匠的舞台上相见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当看到他们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其实还是感觉就是之前大家在团里的时候 大家互相见到的也并没有就是说 因为不在一个团了 然后大家产生了生疏的感觉嘛 还是一见如故的感觉 就是大家还是嘻嘻哈哈的 然后大家私下一起来 哎呀哎呀 最近发现了什么事情啊 然后一起拍短视频啊什么的 自产自消的管老师在某音发的舞蹈视频里那些特别胜负的运行是怎么做到的呀 考虑出个教程吗 一个粉丝都不会 我觉得他们就欣赏就行了 这种独门绝技还是要 就是人在江湖上走啊 还是要留一声技能在身上 什么都没了 那我在这江湖怎么行走啊 是不是 就是一开始我也不会 但是我也是就是自己亲自去学习啊 然后去找资料啊 怎么怎么就是学这个方法 对 所以我希望他们也要跟我一样 就是要自己动手 封印 竹石 对 竹石哎呀 就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念那个台词嘛 所以就是我现在讲话我都会考虑就是什么 平翘蛇啊 所以我一直会在脑子里面过一下 就是尽量让 哎呀没想到还是 搬车了 姚立荣妇人管老师有大概数过自己有多少套毛龙龙的衣服吗 是什么让管老师迷上了姚立荣 哦 很多很多 就是毛立荣其实算是今年冬天的必备的一个单品吧 其实今年冬天还蛮流行的 其实你要上大街上去 其实基本上大大多数人其实都穿着那个毛龙龙的衣服 而且今年其实很多品牌其实他都有做一款属于自己的那个毛龙龙的衣服 其实很多了 虽然就是呃我也知道啊 可能大家天天看我就是出现在任何场合都是毛龙龙的衣服 我就觉得就是其实毛龙龙的衣服挺好看的 对 好粉丝就是嗯好像就是渐渐的有点就是排斥我的毛龙龙的衣服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呀 就是我还是想说就是好看的就是东西要穿给你们看嘛 这个冬天你的姚立荣时装秀结束了 春天的时装秀准备好了吗 就是呃有新品的话就是还是时不时的会出来给大家炫一下 不管你们学不学好我就要穿 哈哈哈哈 请管老师正面回答为什么藏了那么多库存 比如说有时候像拍一些自拍 然后可能就是拍了很多张 那可能有时候就是选一张选两张出来发 对那可能有时候出去玩什么的 拍一拍风景啊拍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其实都会存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管月和螺丝粉什么时候会分手啊 哦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真的是超级爱上螺丝粉天天都想吃 嗯最近算是冷静期在处理关系 如果和螺丝粉到分手的时候会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大家天天都腻在一起啊 哎呀难免会有点腻啊 觉得这段时间大家要给自己一个冷静的处理的时间 对等处理好了大家再破镜重圆 马上生日就要到了就想收到什么礼物 也不算是礼物吧就是一个愿望希望事业更上一层楼 一层楼更上一层楼 会给自己准备什么礼物吗 嗯可能换一个新手机 可能就是添置一些就是比较实用的东西吧 三个阶段吧那第一个阶段可能月初那段时间 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一段迷茫 嗯可能到月中的时候可能觉得说 哎有一点就是就是奋斗的感觉 那可能到月末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种 是一个遗憾了嗯 你对这个游戏有信心吗 我觉得只要不是太离谱就行 就是结一些不该结的部位啊就是 就比如说你结个腿腿毛让 让让我来辨认那那我肯定是辨认不出来的 READY GO 这个腿啊还真的是离谱啊 这个腿有两个人做备血 这个是超新星 哎呀李正宁 啊摇头 猜错了 刘汉 原因是好像就 就是这张图片我好像没有见过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就是分析小腿肌肉 哎呀失策 我还以为刚刚在那个是已经蹲蹲下的 没想到是战 READY GO 这个是比较轻松简单的 哇这个跟我说轻松简单 我回想一下这个是天哪这个影子 呃我想一想啊 有两个选顺 我先忙猜一个夏亨宇吧 哇 呃因为首先从那个头发上来看 然后有点点看到出有点点 群于头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身形 再加上这个动作 就是还蛮向下汉宇的 对就非常的有那种意境的感觉 READY GO 哇这个也太小了吧 这是一个闭着的眼睛 我想一想我应该能不能猜出 你这你 啊不对 我天哪世界上竟有如此相像之人 应该不会是我吧 我觉得应该是 快找一只眼睛 哎呀好烦啊 就一个闭着眼睛 好烦啊 羊羊 啊 原来是这张图片 西西 他的那个星期的封面 哦会会有一点点像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侧面 然后闭着眼睛的 然后你又给我只截了眼睛那个部分 天哪 READY GO 我的天 这是个什么部位啊 有衣服 是 锁骨那块 我感觉像 像手腕又不像是手腕 哦猴杰 猴杰戴这个耳机 谁会喜欢戴耳机啊 果果喜欢戴耳机 不可能又是他吧 我觉得你肯定不会给我重复的人 明明 你正宁 还是被我猜对了 怎么看出来是他的 因为这张图 他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福利 还什么一个 杂志 好像是他的一个福利拍摄的一个图 图片 下一个应该还算简单 READY GO 简单 一张嘴巴简单 哦这个嘴 呃 羊羊 不对啊 牛汉 猜对嘞 READY GO 这个手 胡春阳 因为好像我见过这张图 这张图是他 是一个节目的宣传图 是吧 是的 是的 因为我好像是有见过这张图 对立马就猜猜出来了 READY GO 明明了吧 怎么猜到的呢 因为大家基本上该猜的都是猜到了 哈哈哈 READY GO 哦这个啊 这个是 PD 是吧 张PD 我记得我好像也见过这张图的 其实看眼睛还是蛮好猜的 READY GO 你这个 你这个 又是个脖子 觉得是谁的脖子呢 我的脖子 把这个放大呀 我记得好像也是一张图片 就是我在运动赛场 就是穿着一件蓝色衣服的图 是吧 啊对 我就猜的肯定是这张衣服 看这个背景就是能 联想到的这个图 那肯定是自己了 READY GO 哦这个啊 全有的 就是它的标志性笑容啊 其实就是平时 就大家以前集体照拍出来嘛 就是大家都会看嘛 所以还还是会有 就是记忆力比较深刻的 只凑了两个 哇 凑了两个耶 哇 我太厉害了 那不难合下汉语 就完成了这个游戏 哇 我们都完成了 嗯 说明 默契度还是很高的 晚清 Center吧 是吗 对 谁捂住我的嘴 我闻不到的眉 就听到这个节奏性 这个感觉 谁捂住我的腿 我闻不到的泪 眼神有力就会 小哥哥 最剧啊 牛眼就让我猜 连这个放一边 表情包小花你送我 过了很久我还带小酒 好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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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为何轻轻一碰就红了 小哥有轻轻红的 小苹果 我知道是哪首歌 但是我在听 它是touch 它是我在听它的那个词 踏起 然后谁了解爱情 谁明白爱到底是种折磨 谁明白爱到底是种折磨 我愿意放弃一切将它守候 谁了解命运就此防守 就防守回头 I don't wanna let it go 但是我也也是唱的是这这一段 但是我也也是唱的是这这一段 谁了解命运就此防守 I don't wanna let it go 光 明日是希望 孤单的 说的美独 老时候谁得 老后会有爱 又是谁 光 想我яютidity 惊惊 跌跌撞撞 奋暴 不抠 那道光 会一直指引我 帓 嬉 骷派奔 跑着 那道光 会一直指引我 儿子 懂事 但是呢 再不呢 我要听词 最近和你 在不同围独 不绕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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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是 不绕拳 不绕拳 我 我 是 我 是 我 我 我 不绕拳 是 我 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